台风持续增强登陆地点以花莲 尤其是北花莲几率最高 影响更全面 而紧接着 新南气流也将为中南部带来大雨 随着台风北雨 主要的降雨区也会从 移花东逐渐的转移到 中部以及南部地区 特别是接近山区的地方 同时应该防范波地灾害 交易淹水的地方 包括宜兰、花莲、新北 以及江南、高平及低洼等沿海地区 来看我们是今天雨量的累积图 下的地点都集中在屏东 屏东南州210.5毫米 另外第五名的屏东新皮 有142毫米的今日雨量 算是非常惊人了 另外在于超大豪雨特报警戒值 要特别注入的是紫色范围的 超大豪雨警戒地区 包括了宜兰 包括了花莲、台东 以及高平山区 就是目前为止要提醒 超大豪雨的警戒地区 另外在停电部分的话 来关心在全台累积层 只有4117户停电 但是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持续抢修通 115户还没有复电 请大家在耐心等候 至于在我们的台北市部分的话 来关心了台北市靠近河川的疏散门 下午1点开始正式关闭 远近加强疏导 还是有不少骑士 差点误闯管制区 都是因为泥沙台风来袭 在台北市部分疏散门 规定车辆只出不进 现在都封起来 没有办法 那边有 这边有一个管制表 那边有一个只出不进的管制表 水门旁贴出公告 从早上7点开始 停车场就不再开放 预估临时停车需求将会大幅增加 为了输解临时停车的需求 在疏散门周约8公尺以上的区域 红黄线都可以有条件的开放停车 马头内骑重机出动 要搬离流动厕所 还有人赶紧来移走爱车 不过碰上周末假日 也打乱不少单车族的骑车计划 我们等一下是准备计划还台北 那现在看来天气不行 我们可能会折返回去了 台北市河川疏散门 从下午1点起开始关闭 2点就会脱掉河川区车辆 预计4点疏散门全速关闭完成 也请车主提早行动 以免受罚 大约新闻蔡林李明华台北报导 而为了躲避台风风雨 在花莲却传出了登山客 坠落山谷意外 中南队员赶到的时候 这名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再次呼吁台风期间 禁止到危险地区 下一节快报在下午3点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此外谶 Blue